这个正在偷吃串串的女孩 竟然是娱乐圈最红的女明星 在舞台上她光芒四射 但回到家后却烦恼着怎么加入自己黑粉的社团 而在此时收到了小白发来的信息 心弟不屑一笑心里想着 果不其然就是为了想泡我才要我的手机号码 随后又来两条都是提醒她尽快归还雨伞 心弟傻眼了 严重怀疑自己的魅力 但也正因如此她对这个男人更上头了 而此时节目组里又出了问题 之前邀请的女嘉宾因为喝酒打架被警局给拘留了 正当大家找不到替补而烦恼时 这时小白提出邀请心弟的话 听到这话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小白还傻傻地不以为意 然后就掏出手机要给心弟打电话 而这时刚好在电梯口遇到了一针 一针拿出五万块递给了小白 让他出去买一些糖饼回来 就在这时心弟打来了电话 得知雨伞还没归还 小白让心弟千万要在今天早上九点前归还 不然就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钱 心弟表示产生的费用和雨伞都会一起还给他 小白听到这话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说要现在过去拿 虽然心弟觉得这人脑子有点毛病 但还是把地址告诉了他 心弟问他特地跑来真的是为了雨伞吗 小白表示算是吧 但也有话要对你说 心弟问他怀里的是什么 以为是小白给自己的见面礼 正想接过来时 小白却说不是给你的 这让心弟有些错愕 平时被别人攻为惯了 突然听到拒绝的声音让他有些诧异 还有些许的尴尬 小白看情况不对 说下次一定给你买 接着小白邀请心弟参加两天一夜节目 心弟质问小白我为什么要参加那个节目 小白赶紧解释 那些大明星都是参加综艺节目之后 才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并且越来越红的例子也很多 而一向高冷的心弟竟然被他说服了 这可让公司里的同事们对小白刮目相看 同事们将他团团围住 并向他请教是怎么邀请到这么哇塞的大明星 小白说也没什么 于是同事就开始八卦了 说肯定是因为脸蛋的关系 小白听到这滔滔不绝的夸赞 瞬间就害羞了起来 于是他躲进了卫生间 自恋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不得不说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这时突然接到心弟打来的电话 他约小白见面 此时的心弟虽然答应了小白的邀请 但他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毕竟第一次参加真人秀 他告诉小白自己是因为他才参加的 所以让小白记得他的好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要永远站在他这边 摸棱两可的话让人听起来有些暧昧的味道 小白听着心里泛起了嘀咕 谁知心弟转头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制片人 制片人大风大浪见得多了 明确告诉心弟 不要刻意的伪装心也不会累 想做就做 到时候表现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 言外之意大家都是打工人 你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在节目开始前 在男女搭档环节中 所有的男艺人都不愿和他一组 心弟看着空无一人的身后 只好刚大的笑了笑 根据游戏规则 被落选的人就要跟新来的制作人小白一起 前往拖队地点并要在那里住一晚 心弟虽然有很多的不甘心 但是已至此也只好接受现实了 可助理却取笑心弟 万一小白为难你怎么办 心弟笑了笑说道 只要我出马就可以让那个憨憨在两天一夜内喜欢上自己 但万万没想到 噩梦即将开始 大本营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而心弟这边一直在爬山赶路 由于路上大家一句话都不说 心弟觉得太无聊了 于是向小白提出猜拳游戏 输的人就要拿行李 耍心眼说自己会出剪刀 本以为小白会让着自己 结果这憨憨一拳头下去 果然没让我希望 就这样心弟用那小小的身躯 扛着小包大包的行李 一个不小心崴到了脚 幸好小白及时出手扶住了心弟 而心弟顿时给愣住了 还没等心弟反应过来 小白又发现他的鞋带松掉 于是弯下邀请自己心弟系上 没想到钢铁直男也会有如此暖心的一幕 可很快就到了晚上 心弟拎着行李走了一天的路 整个人都快要原地爆炸 而这时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真是倒霉到家了 正当心弟不知所措时 一只巴掌大的五指伸了出来 另一只手去拿他背后的雨伞 心弟还没有来得及感动 小白转身跑向了摄像大哥 身体灵坏了不重要 这机器可值不少钱呢 心弟看着他们俩个 心里只能默默祝福 看着独自搭帐篷的小白心弟主动上去帮忙 说这样拍出来的画面才有看点 并让小白把刚刚的那段剪掉 用我这段就好 而字幕就这样写 心弟亲手搭的第一个野外就请帐篷 但哪料小白把直男性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开口就拒绝了心弟 说骗人好像不太好 而这边的导演也知道了心弟的处境 更深知小白还傻乎乎的不懂人情事故 于是赶紧打电话通知小白取消晚上的游戏 哪料这边已经玩上了 心弟为了能吃上晚饭也是拼了 结果小白亲自宣布失败 这就意味着没有晚饭可吃 导演得知后气势汹汹的来找到小白 然后就是一顿臭骂 节目结束回去的时候 小白尽量躲开导演 可热心的他总会给同事们让坐 无奈下还是和导演做到了一起 两人尴尬的都不敢直视对方 可后来实在太累了就成这个样子了 晚上为了庆祝节目录制成功 大家准备了聚餐 而这边的心弟为了展示自己主角身份 先让助理再到聚餐地址的附近 等人到齐了然后再进去 不料一针从背后冒了出来 真是冤家路窄呀 两人一见面就感觉到浓浓的火药味 而看到心弟满脸笑容的和粉丝合影 一针又向俊魔吐槽心弟有双重人格 但俊魔可不这么认为 说一针对人家太敏感了 毕竟明星也是人 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迎面而笑 一针看计划落空后 于是又接近小白问在录制节目时 心弟有没有自作主张地指使你拍什么 小白赶紧说没有 那有没有你叫他说什么他不愿意配合的 得到的答案还是没有 这是看到心弟和俊魔有说有笑的 一针给气得心脏都要爆炸了 而好戏才刚刚开始 当大家聚到一起时 一针因上次心弟没按节目要求换衣服 害得自己去被领导训斥 于是就故意问俊魔 如果我第一次去见节目组该穿什么去才好呢 心弟怎么会听不出这话的含义 于是主动向一针道歉 可一针并不接受 但心弟真的很不能理解 难道我那天穿的衣服不好看吗 然后问小白你不是还说很好看来着 小白被吓得愣了一下 看着对面四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 紧张地说我有说过吗 随后一针喝得鸣饼大醉 也彻底地放飞自我 大声地在街头嚷着还要去去谈 俊魔和小白两人高低架不住他 此时车上的心弟刚好看到这一幕 一时恍惚他竟然有些羡慕一针